哈囉 大家好 請 那麼今天就來一下我們的超級小隊啦 那目前來說我們活動這邊的這個夥伴挑戰啦 我覺得應該是沒辦法達成這個1500的這個部分喔 因為它裡面的話登陸7天這個不知道為什麼它 它就是給我就是少一個 所以我們只剩下8個小時 我們也沒辦法登陸這個7天的環節 那前面兩個這個獲得這個6000鑽石跟8000鑽石 可能還有一點點可以拚的感覺應該 然後目前來說的話呢 大概就是緊急試煉是完全沒問題 合成34應該也是可以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的話是1400 然後如果能夠再上陣一名傳說品質的這個夥伴的話呢 那就是可以有機會拿到這個1500的這隻囉 那說來說的話 可能就是必須要抽一下我們這邊的這個夥伴嘛 那夥伴目前來說的話我們只有300的鑽石 我想說我們這一次的話就先不抽這個扭蛋了 這個扭蛋的話基本上我覺得也是就是慢慢抽嘛對不對 然後也基本上就是慢慢累積嘛 那這一次我們就把機會留給我們就是那個 留給我們這一次的這個寵物 搞不好他真的就是弄到那個 我們傳說級的寵物 那我們就爽歪歪了對不對 那我們就爽歪歪了喔 那我們就來試看看一下 來300開抽我們這邊的這個寵物環節 那他這邊都有寫啊 他這邊的話機率是20%是白編的 然後他這邊是直接來一個藍編的這樣子喔 然後裡面的話好像就是這些啦喔 這些然後你就是把他合上去 然後這就是我們傳說的這個夥伴嘛 欸這妹妹很可愛耶 哇我的天 好那我們就來氣跨買節 反正我們也是要那個嘛 我們也是就是要那個該怎麼說 要我們把那個什麼 要我們把這邊的這個夥伴用到傳說嘛對不對 然後還要合成這個30次對不對 30次再加上極速任務 然後我們再上這一個傳說夥伴 我們就可以把這隻給帶回家 大地守護 好那我們就來氣跨買節 反正就抽個夥伴吧 來走起 來了各位一隻稀有夥伴 ok 那是我們的這個魚人耶 快速扔出兩輪兩個魚刺造成範圍傷害喔 然後我們可以把他跟這個小火鈴合成 欸不是啊他這個 他這個不知道到底是怎麼樣合成耶 就是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一定要吃一樣的 因為像這樣的話好像就被洗掉 但有時候好像還是可以耶 就不知道你知道嗎 不知道到底是怎麼算的 哇又是魚人耶 再合一個小火鈴 對啊我這 我這樣算不算白癡啊 我是不是一直在亂洗啊 是不是要從 一樣的合成一樣的才可以啊 完蛋了 可是我們這邊也算是25次對不對 我們看一下喔 完了 感覺怪怪的 喔這是什麼 肩甲彈龜發射盾即可穿透一次 然後重新裝填這個 也是我們奧義的角色喔 目前來說我們這個紫色的這個不錯啦 所以我們就用紫色這個 對啊 一直一直沒有成功耶是怎樣 但是這邊有合成啦 所以那是運氣的問題是不是 哇靠 那 那如果連這樣的話都那麼難弄那是 要玩個雞八保險球 然後 這邊這個活動的話我覺得應該也是打不成的 所以 還有蠻多活動應該都不是輕輕鬆鬆可以達成的那種 哇又是這一隻耶 我們 多叫幾隻好了 喔這是我們的這個金剛木頭人 啊怎麼都是不一樣的啊 完了 這樹人耶 哇全部都有了 好啦最後一個 走起了 我們用這個樹人跟樹人合 對啊好像 好像是機率問題耶 然後參與合成15次是傳說夥伴 跟你其他隻一點關係都沒有 哇靠這遊戲完了 GG了 喔 電車合成成功 但這個合成上去的話 才是就是傳說對不對 那我們要不要拼拼看 你看很難耶 如果這個上去成功的話 我們就爽了耶各位 但是我覺得應該 應該偏難啦各位 如果這個上去成功 我們就只要 上這一個傳說夥伴就可以了 好險是什麼你知道嗎 好險是他們這個啊 他們這個是不會就是直接消失的你知道嗎 來了拼了各位 傳說 以升級的夥伴 哇靠 好那我們先重置 各位 我們要來傳說走起了 傳說 有耶 傳說耶 哇靠 太神了吧老哥 達成任務烈焰龜 哇靠 我們 我們居然 那是滿爽的啊 我們只要打一次極速訓練就可以了 這花的沒有白花耶 這滿爽的耶 我們終於 我們有一隻火龍了耶各位 噴射炎彈擊中狂暴 他是狂暴系列的這個角色 OK好剛好 可以跟我們初音他們配 哇牛娃娃 來各位 那我們要來極限訓練了喔 極速訓練是確實滿難的耶 沒想到我們居然完成任務了耶 OMG 太神了吧老哥 從來沒想過可以完成任務耶 哇 運氣很好唷 運氣很好唷 牛娃娃 太神了 哇我原本想說抱著這個 必死的決心 結果哇我們居然可以耶 但現在重點就是我們好像只能挑一隻啦 就是那個大地守護跟我們這邊的火龍龜 只能挑一隻 哇太好了 好爽喔 突然覺得好開心喔 好險沒有拿去抽什麼那個 沒有拿去抽什麼雞雞扭蛋 現在就是要抽寵物的時刻了 你們知道嗎 現在就是 全世界都要看這個寵物時間了 太神啦 肩甲蛋龜 然後他應該也是一隻坦克的部分 欸這樣我們有雙坦耶 所以我們現在有雙坦的這個環節了 哇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太舒服了 人生開心 開心 哇 真的是太棒了 哇 太神啦 欸我想說 我完全沒想到耶 這遊戲這個應該 是很難合成的 沒想到上去了 耶 而且是一次機會喔 哇這個蠻爽的 還是其實大家 紫色和紫色 都這樣上去 是不是要合同樣的 會比較機率比較高啊 就同樣的吃同樣的感覺 機率好像會比較高一點點 我感覺啦 我感覺 我們現在有兩隻這個 有兩隻這個護盾的哥哥囉 這應該 這應該可以打爆這個關卡吧 這關卡其實到後面很恐怖耶 就是一大堆這個蒼蠅 蒼蠅怪在那邊雞雞娃娃 確實也是 頂難搞的 頂難搞的 來來來來 然後待會我們就是把那個 一切的這個狂暴系列的東西 全部都給他弄起來 然後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初音狂暴 然後再加上那個一個 雞肉雞雞狂暴 重點是我們有坦克啦 各位 歐耶 肩胛火龍龜 太舒服了 來 先放一下法杖 這遊戲的這個 裝備還是頂重要的 完了 這群這個加速仔來了 先來一個狂暴法鎚 狂暴法鎚加油 這邊自動一下好了 不 手動一下好了 我要來刷掉後面那些 太陽花 不是 我們的龜龜要掛了 先開一下停止 龜龜要掛了 龜龜要掛了 哇靠 亂搞欸 不是 完了 掛了掛了 掛了掛了 掛光光了 但沒關係 這個好像自在參加就可以了對不對 這個好像只要 自在參加就可以了 哇 這個光卡真的有時候還是蠻可怕的 哇哩咧 刷得死嗎 我還思考要不要復活欸 算了 不要復活好了 反正我們這個再慢慢刷 我們先把那個 先把那個大地守護者先 拿到再說 大地守護者拿到之後我覺得應該 世界就大不同了 OK 這個模式很難欸 大家都是怎麼打這個的啊 怎麼打我們這個 就是極限挑戰 這超難的 而且他給你的次數也超少 就是你也沒辦法一次就是那個 打到很後面 而且 你這個如果沒有開加速或怎麼樣 你時間不夠的話 你也是會直接爆開的 很恐怖欸 這個模式 這超難的 我的天 但是沒關係 我只自在參加 哇 我第一次拿到了 1500 哇靠 太神了 發射一枚牽彈殼 彈射一次 前三次攻擊傷害提升55% 這隻感覺就是 超級攻擊手欸 所以 我們現在有一隻超級攻擊手 跟一隻那個 一隻防禦者 然後這個是超載的 這是超載系列 然後這隻是這個 狂暴系列 夥伴天賦 全體暴擊跟全比賽在提升 這隻也是滿不錯的啦 欸 我覺得今天 今天真的滿爽的唷 有達成喔 但是另外一個這邊的這個 狂歡可能就比較難了 但也不是說不行欸 對啊 可以再試試看 但是這邊要扭蛋機抽取30次 沒有弄到 然後領取30次這個活躍寶箱 哇 只剩一天的這個時間了 沒事 每日商店購買東西 我每天都有在這邊買這個啦 每天都買這個 不然我們來買一下這個好了 九折這個也買一買 反正我們金幣其實世界無敵P哩哩啪多 世界多 世界多 然後擊敗首領要擊敗50個 你看這邊就送很少東西啦 不然就是來這邊那個好了 單一英雄達到70等 然後累積觀看廣告這邊 不然到這邊來這邊累積鑽石好了 沒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話基本上這個算是 運氣爆棚啦 我覺得啦好不好 你們覺得也可以跟著你們分享一下 那今天就先玩到這邊啦 我是希望大家 掰掰啦